Mass Market典型的代表 Walmart沃尔玛 Target塔吉特 Fred Meyer雷德 Mayer等 Walmart沃尔玛是全球最大的零售商之一 分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数千家门店 目前 沃尔玛美国的营收 沃尔玛国际的营收 山姆会员店的营收 以及会员费 构成了沃尔玛的主要盈利来源 具体而言 沃尔玛美国的营收 约6%的复合增长率本部增长 从2018年的3317亿美元 逐步增长至2022年的4206亿美元 同时 山姆会员店的营收增长更为迅猛 其复合增长率接近10% 从2018年的578亿美元 攀升至2022年的843亿美元 成为推动沃尔玛整体营收增长的重要力量 沃尔玛美国经营着多种业态 包括大卖场 Supercenters 折扣店 Discount Stores 社区店 Neighborhood Markets And Other Small Formats 以及山姆会员店 Sams Club 不同业态的门店面积不尽相同 其中大卖场面积最大 平均面积达到1.6万平方米 而社区店的面积 则在3436平方米左右 无论是哪种业态 沃尔玛都拥有一定数量的门店 并致力于为顾客提供优质的购物体验 门店数量方面 以2022年数据为例 大卖场以3572家 占整体门店数量的67% 社区店以781家店 占整体数量的15% 山姆会员店600家 占整体数量的11% 最后的折扣店为364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